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 我要告诉深圳以及珠三角地区的听众朋友们一个好消息 故事开放麦本周六29号就要来深圳了 感叹一下这还是故事FM第一次到北京以外的地区做这样的大型活动 特别期待来跟大家见面 这场故事开放麦由华夏基金和故事FM合作举办 主题是我的工作是陪你变老 我们邀请到了包括24小时照顾失能母亲的北大教授胡勇 等五位讲述者上台分享他们的故事 欢迎你来现场观看他们的讲述 如果你有相关的故事 也欢迎在后面的即兴环节上台分享 这场故事开放麦是免费活动 但需要报名预约入场票 你可以在故事FM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 陪你变老来获得报名二位吗 接下来故事开放麦将会携手华夏基金 在全国不同的城市和地区开展线下活动 可能是上海 可能是成都 也可能是杭州西安 你希望我们去哪里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你好 欢迎收听故事FM 我是艾哲 一个收集故事的人 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 讲出你的故事 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关于 远古时期大洪水的神话传说 比如中国古代的大雨治水 和圣经里的奈亚方珠 人类对于洪水的恐惧根植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面对席减一切的洪流 我们很容易就感受到在大自然的力量前 人类的渺小和无助 在今天这个故事里 中国女孩刘家图在异国他乡 就遭遇到了大洪水 面对语言不通 救援不及时等重重困难 刘家图很快就发现 他能依靠的只有他自己 你们好 我叫刘家图 今年30岁 现在生活在曼谷 今年的5月1号 刘家图在肯尼亚经历了一场生死12小时 现在我们把时钟拨回到事发前一个月 当时刘家图和他的朋友们 计划了一场亲近大自然和野生动物的非洲之旅 其实我自己小时候特别爱看那个纪录片嘛 然后BBC不是经常拍非洲的那些动物啊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动物 我就一直想去来着 这个是算我人生清单里边的一个 节点式的一个必须发生的事件 4月初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泰国泼尔街 我泰国的一个朋友来找我的时候 突然说后边要去肯尼亚 就问我有没有兴趣一块 我说你啥时候去 他说大概4月中就出发 没几天了 很仓促地就加入了他的计划旅行 我们当时是17号落地 在肯尼亚是住在我们一个朋友自己的房子里 在内罗毕 就我一直以为非洲是那种又热又晒 自动把非洲跟非洲大草原去做了一个链接 这次去才知道 原来那边根本就不热 肯尼亚这个国家它纬度很高 它是一个高原型的国家 气候其实挺宜人的 常年的气温都在15到25度左右 泰国在泼水节附近是特别热的 所以我就怀着这种避暑的心态就去了 然后我们这次去呢 刚好感受到是他们的雨季 其实也算是旅游淡季 我们问朋友说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他说挺好 他说你们就戴一点外套免得冷 然后每天都会下雨 可以戴把雨伞 所以其实雨季它也不是一个完全 没法呆的时候 就是说每天就会下一场大雨 然后白天就会晴 它不是说会连下一整天或者怎么样 我朋友的公寓 其实是在一个相对还比较好的一个区吧 然后视野非常好 内罗比整个城市都是在山上 然后我们刚好是在可能山腰的地方 望出去就会有特别厚的那种云层 因为在雨季嘛 半遮不遮挡着那个山 然后视野非常开阔 各种各样的绿植 然后非洲那种绿绿得特别实在 所有的树啊什么之类 跟天格特别近 然后你就看到就是蓝色 叠着绿色照着白色的云 就是你觉得整个景都特别好 所以你每天起来心情也挺好的 我们到了内罗比以后 再等另外一个同伴过来找我们会合 那个女孩她在泰国的外企工作 然后凑了个假期 就想说到时候直接飞过来找我们 就一块开始safari safari其实就是叫游猎旅行 所谓的就是说你在一个近乎于 大自然野外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 有当地的向导带着你 然后在车上去追动物 然后你在车里面去看这些动物 在野外是怎么样生存的 她就当时27号过来找的我们 在她过来找我们之前 我们还在群里面讨论过 就说哎呀 最近雨下得还挺频繁的 每天都在下 然后就有看到 苹果的那个地图系统 有告诉我们说 肯尼亚有几个地方 有洪涝 预警 但是我们仔细一看 其实跟我们要去的那些地方 都隔得特别远 然后呢 我的一个朋友 就是那个房子的房主 他就给我们介绍了 他在内罗比的好朋友 一直在做旅行社的业务 所以就是拜托这位朋友 帮我们去定制了 Safari整个行程 包括包车呀 司机呀 整个旅途的规划 都是他来帮我们做的 只不过是后来他给的酒店 我们自己不是特喜欢 最后是酒店是自己定的 这个房间关联的是 我们在马赛马拉的行程 马赛马拉是肯尼亚的 最大的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 也是国家公园 所以在马赛马拉里边的 任何酒店啊 你不可能有那种 就是建筑型的酒店的 因为这违背了 那个自然保护区嘛 所以在里面的酒店 你哪怕奢华如 全球最贵的万豪 它也是帐篷式的 就是所谓的营地酒店 而且这家酒店 就在国家保护区公园的 大门口的正对面 我们觉得很近 很方便 我们定的这家 其实是这个集团 在当地的明星店 旗舰店 号称奥巴马 当时来就是住这的 所以就是当时 综合了各种各样的原因 才选了这家酒店 我们是27号 4月27号开始 Safari的 然后司机带着我们 从内罗币出发 到马赛马拉那天 其实是4月30号 然后在到马赛马拉 进入公园之前 突然大堵车了 那天就突然就是 从一早起来 突然不顺 路上也是到处 就是在堵车 我们就一路加三 走到了那个 一个桥的前面 然后又停住了 那儿就淤堵了 非常多的车 就发现前面 有一个入口的桥 被水淹了 然后那个水流的 还挺急的 我们还挺纳闷的说 这咋办 就是是不是出问题了 然后我们就问司机 然后司机说 这个在雨季 就很常见 然后当地还有很多 穿着民族服饰的 那种马赛人 在周围 然后也在帮助大家过桥 首先桥被淹了这个事 在我看来 挺吓人的 但与此同时呢 周围的所有的 气氛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他会告诉你 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然后司机就非常缓慢地 带着我们过去了 进到马赛马拉了 两点钟到酒店了以后 我们就去入住 进到大堂 整个大堂 还是看起来很不错的 很有非洲特色 然后我们就跟酒店提出来说 我们能不能够先去吃个饭 然后酒店经理就说 没问题 然后就说那个 但是我们的原本的餐厅 因为最近雨季降雨的原因 所以暂时关闭了 我们有一个临时餐厅 我们带你们去临时餐厅吃 这里其实也挺重要的 一个信息点 就是说他们其实早就知道 降雨其实对酒店的一些设施啊 包括一些东西是有影响的 吃完饭呢 大家就回到这儿 然后他的那些当地的员工 就带着我们去入住 帮我们拖着箱子 开始往前走 当时整个酒店的布局 是前台在一个最高的位置 临时的餐厅 在一个相对稍微低一点的 地势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 开始从前台出发 往房间走嘛 一路是一个下坡的状态 然后下到最底下的时候 发现那个就是13号帐篷 拎着我行李的这个人 他就突然停下来的 在13号那儿 然后他就问我说 这是你的行李箱吗 我当时其实反映了一下 我特别不想告他 这是我行李箱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我告他是我的行李箱 他就会带我入住13号了 我有点不想住这个13号 第一是我觉得数字不是很吉利 第二是我觉得他地势好低呀 因为就从这个13号开始 然后后面又是一个 渐渐地势变高的这么一个路 所以这个13号相当于是在 前台跟最里面的房间之中 最低的一个地势 它是在一个凹槽里面 但当时就是我个人道德感就作 所以就是说 一共就我们仨人 就是那你不喜欢的这个房间 那总得有人住对吧 于是我就非常不情愿地 跟着他就是去入住了 然后当时我入住的时候 这个酒店的房型啊 这个合景房是有个阳台的 这个阳台是个木质结构 上面有一个鞦韆 有沙发 有茶几 零合 大概只有一步之遥 当时就是我坐下来 在外边沙发上坐着的时候 我就举手拍了个朋友圈 我说 合景房因为雨季 变成了红落房 那个水流得超级快 就是我当时的想法是 果然够野 我就发的这条朋友圈 就一语成衬这个事情 就你想起来觉得非常后怕 然后我进去以后 当时我在干嘛呢 我跟那个工作人员 他进来以后 他就跟我交代 他说 第一 这个房间里面白天是不供电的 第二 房间里面没有电话 所以你需要靠对讲机 他就给我展示那个对讲机 跟我们联系 第三 告诉我怎么去锁这个帐篷 它是里外各三条拉链 然后这个帐篷其实非常的大 所以它的那个门也非常大 所以这个拉链也非常的长 你需要把里外的加起来六条拉链 你把它得全部拉下来 然后在里边锁的时候 和在外边锁的时候 分别把那一层的那个拉链的 三个拉链头对在一块 然后拿一把中国的那种老式的铜锁 把三个铜锁上 他给的那个钥匙 是一根彩绘的很漂亮的棍 然后上面拴了四把 几乎一模一样的钥匙 里边只有一把是打开那个锁的 然后当时那个员工 还跟我说了一件事情 就是天黑以后 你是不可以自己出帐篷的 如果你有需要出去的话 你必须通过打手电筒 或者是对讲机呼叫的方式 叫来工作人员陪同你出去 不然你是不可以自己出帐篷的 这是我们得到的唯一一条 跟安全相关的提示 回房间以后我就立刻 第一件事情是 我先检查所有的灯啊 开关啊这些怎么弄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开始检查房间里边的充电插座 能不能用 第三件事情 我就是去试那个对讲 我试了半天没有反应 应该是坏了 于是我就去前台 找了那个工作人员 我就跟他说 我这对讲是怎么回事 我说好像是坏的 当地的工作人员 就拿起来看了一眼 就告诉我 他说你这是没电了 然后我说那怎么充电呢 他就拿回来以后 把那个充电孔展示给我看 我说哦 我说OK 我说那充电器呢 他就好像听不懂了 因为他们那儿当地工作人员的英文 其实很差 我就各种一顿比划吧 他就好像听懂了 他说他一会儿给我 我就回房间等 一直等到我三点半出门 还没有给我这个充电器 这个时候我们不是集合了吗 他们俩的房间 一个是12号帐篷 就在我的隔壁 然后一个是10号帐篷 是在网里 就也是看了嘛 然后我就老觉得 就是我这房间就是不好 我就开始抱怨 不是很高兴 我就一直在跟朋友说 我说哎呀 我说我这房间特别垃圾 然后我朋友就听出来 我的抱怨了 就说就12号房那个女孩 他就说哎呀 我也不喜欢我这个 要不我给你换吧 一般情况下 我都会说好呀好呀 我就会换了 我当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说哎呀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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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鬼使神差 我就拒绝了这个提议 它的帐篷跟帐篷之间 隔挺远的 哪怕12号帐篷就在我隔壁 但我们中间最起码 也隔了10米以上的距离 我们就下午就正常去 Safari 就是开始我们行程了 就开始玩了游猎了 到了晚上六七点 看完夕阳以后 我们就回酒店 先去吃饭 聊了会儿天 就九点多钟 我们就都各自回房间了 那时候我们回房间的时候 有工作人员陪着我们 一块回房间嘛 就外边就一片漆黑 那是一个真正的野外 地势都是泥 它是没有路的 它是在那个树林啊 或者是那个 就真的河边 然后呢 你什么都看不见 只能听见 那个外边水的声音 我当时是在想说 真是别致的体验 然后我进去以后 其实房间里也挺昏暗的 然后群里面就开始来消息 10号帐篷的女孩就说 妈呀 我房间里面到处都是虫子 我床上全是虫子 我灯一打开 全是虫子掉下来 我就跟她说 我说那你这事得解决 她说我懒得弄了 我说我陪你去找 我说我刚好说一下 对讲的事 我们一路走过去到前台 几乎没有看到工作人员 等了半天 找了半天 一共来了俩人 我就找那两个员工 就说你们的manager在哪 然后这个经理 当时根本不在酒店 他回家了 所以他是电话接入 过来处理的这个问题 然后在我的push之下 终于逼得经理 给他换房间了 就换了一个 在当时的临时餐厅旁边的 一个临时的那种帐篷 他其实可能平时 根本就不开放的那种概念 那就是16号 因为是餐厅旁边嘛 所以地势最高 他换完房间以后 我就还在跟经理说 我说我的对讲 好像没电了 而且我不知道怎么充电 没有充电器 然后他说OK 我会帮你解决 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我们回去的时候呢 我就又想起来 感觉天好像下雨 就是有种闷闷的感觉 等到我走到房门口的时候 我感觉头上有一滴水 滴下来了 就感觉应该是要下雨了 我就想着 因为第二天 我们的司机其实告诉我们 是早上6点钟就要集合的 现在已经快11点了 那也就是说 也就五六个小时 六七个小时不到了 那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我就没再多想 就进去把那个帐篷锁上了 我关了灯以后 我就闭着眼睛 准备睡觉 然后我在想 我说这真的是白噪音啊 因为我平时 有时候睡觉睡前 我会拿那个手机的 那些冥想软件 去听白噪音嘛 然后在里边 我就听我说 哇真的是3D环绕声 就真的是生灵其境 比那种手机里的软件 听起来要逼真多了 然后我就睡了 就睡着了 还睡得最巨快 就我觉得那个声音 真的是挺催眠的 半夜一点 突然就是开始 打那种巨大声的闷雷 然后我就醒了 醒了以后我就 再尝试 继续睡觉 我把手机打开 看了一眼 群里面另外12号帐篷的人 也被醒了 说我靠 你们听见了吗 刚雷好大 然后还在里边讨论 说不会要烟了吧 这怎么睡啊 那个时候就是 刚好看的时间 是一点 大概零几分 十几分的样子 我就把手机锁平 然后继续睡 半天睡不着 因为外边打雷 实在打得太大声了 然后水声也非常大声 就水比之前我睡前要声音更大了 然后我一直辗转 就睡不着睡不着 然后慢慢地就突然 我就听到有撞击的声音 就是 咚咚咚 这样的声音 那会儿已经快一点半了 我就在群里发我说 我靠 我感觉有什么动物在撞我的门 我以为是河里面的鳄鱼 在撞我的地基 然后我过了一会儿 我就感觉不对劲 它变规律了 然后这个声音也不像是紧紧是撞 它甚至有一种回荡感 然后我就觉得不对劲吧 我就越来越精神了 再过了一会儿 我感觉 怎么在震在晃啊 然后我就想 我靠 淹水了吧 我不敢开灯 如果淹水的话 我开灯绝对漏电了 我就开始顺着我的床 的那个床壁 你知道那会儿 这是什么心理 就是你抱着侥幸 就是你边顺手摸 你很害怕真的摸到水 然后我就这样 顺着往下摸 顺着往下摸 大概就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突然我指尖就碰到水了 我蹭一下我就站起来了 等我脚站到地上的时候 水已经到我小腿了 我估计已经非常糟糕了的情况 因为你床已经开始晃 意味着你床已经飘起来了 所谓的我刚听到的声音 应该是冲击的水 在冲胀碰的声音 我第一件事情是 手机把手电筒打开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开始 给我十二号帐篷人打电话 我说我这儿淹了 我说的特别简短 我说我这儿淹了 用你的对讲赶紧帮我叫前台 他也做了 但也没人理他 我当时打完这个电话以后 我想的是 这个事儿只是通知 我不可能等他们来救我了 我要立刻开门 我就拿着手机一照 只能看到我目指索机 可能一米左右的情况 然后我就开始找钥匙 地上一片狼藉 全是水 里边的家具已经全浮起来了 帐篷已经是往盒子那边倾斜了 我跑到门那儿 在地上摸 因为我当时 记得那个门大概的位置 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我就摸着盒 赶紧往门的那个地方走 然后就在我蹲下来 想去试着看 能不能有别的方法 把这个东西打开的时候 后边正对着门的那个地方 有一张小床 那个床就已经对着我的脖子 颈椎这个地方 就斜着冲过来了 我就赶紧站起来一个跨步 先躲那个床 就跨到了房间的一头 这冲过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这个帐篷固定 已经完全没了 它应该是已经一边被冲 成一个倾斜的角度 对着盒 可能已经失去固定了 我就开始想 我说那这正门是不可能出去了 就来不及 我就看到就是 我自己睡的那张床的旁边 有一个特别小的洞 一个OK的这个 这么大的一个洞 有光透进来 我猜那个洞应该是之前 他们在地上用来固定的一个角 然后因为固定被冲坏了 所以这个地方漏了这么大一个洞出来 然后我当时脑海里边大概同时处理了一万个信息 其中一个信息就是 我从这个洞走 就只有这一条路了 我当时脑海里面闪了一下说 我要把我的包背出去 然后同时又闪了一个念头说 背包有可能卡住出不去 它很有可能就是阻碍我逃生 因为我当时知道这个情况有多糟 就是那个水在慢慢升 我自己的体感是能感觉到到底升得有多快的 就已经自动把我什么想拿行李 想怎么样 这些想法全部都已经抛掉了 就是当下做决定 因为我当时穿着内裤你知道吗 还好我睡的时候我是穿着上衣的 因为有点冷 裤外 我当时还有个念头是 我要不要找裤子 然后另外一个念头在想说 你还找裤子呢 你命都没了 你找什么裤子 你根本找不着裤子 你钥匙都找不着 然后我就放弃了 然后两三步就跨到那个房间的最边上 那个洞那 然后我就开始半蹲下来 然后去拿手去薅那个洞眼 边撕边拿脚灯 就一边坐下来 然后当时水应该是已经到我的下了磕着 然后我就一直这样仰着 然后就开始拿手去撕拿脚踹 边撕我就边想 我说我好像是不是还有个手机在这 就是然后我就开始试态性的把我的手往下摸 我就摸到那根线 然后我就找到我那手机了 我就继续揣 继续摸 我就试态性的 然后同时我的心里是分了好几个小人 就是其中一个小人就在心里跟自己说 一定要没坏啊 一定要没坏 然后我就试态性的按了一下锁平键 然后发现亮了 我靠 就是他没有事你知道吗 他在水里应该已经泡了很长时间了 然后我就把这个手机抽下来以后 然后就赶紧衣服上面一擦 我就把两个手机拿着 咬在我嘴里 然后就开始用四肢开始撕那个帐篷 然后还真被我撕开了 就在撕开的一瞬间 水就灌进来 那就不是我以为的淹水了 我没想到是洪水 你知道那种冲进去的感觉 就是五官瘪了 就是我觉得一下时我到了一个真空 一冲过来我第一时间是呛了口水 然后我咳的时候水在往我嘴里进 一瞬间就没过我头了 其实水流冲进是非常大的 我前面只手是疯狂往前薅嘛 薅着薅着 然后下边其实这个脚一直是在半走半步走 就蹬一下就往前窜一点 然后你可能会被水冲回来 然后你会连着挖挖扑腾下 然后你又能踩到地了以后你再蹬一下 就那种状态肯定是这所有的一套组合全下来 应该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肯定是往前进几步的 然后我的手在水里边找到了一根树枝 还挺粗的 我就抓着这个树枝开始往前更 我的问题为什么那么严重 其实是因为我那个地方是在最低的地势 背后又是河 而这个河是一个U型的一个弯 我的房间是在U型弯的最上面 也就是河流反攻处的最上面 这种位置 我后来才知道理论上在训期的时候是最危险的 那个水流特别特别急 然后我抓着那个树枝以后 往前更到那个树边边上的时候 我就把头这样硬举起来 抬起来 然后露出水面 我就发现是一棵特别大的树 树岔子上面站了一个黑人 就一个当地人 穿着民族服装 然后拿着一手电筒 对着我这儿在照 他看到我从水里出来了以后 他就拿手拉我 拽了我一把 然后我就爬上了这棵树 然后一个歪形的树岔子 他站在一边 我站在一边 然后我就抱着那个树干 我就问他咋了 怎么回事 他英语又不好 摇头摆手 然后脸上充满了迷茫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我上去以后 然后等我回头一看 帐篷已经被撕裂了 然后我就开始给 12号帐篷的人发消息 然后在群里面想联系他们俩 12号能联系上 16号完全联系不上 没有回消息 然后我就跟12号说 我说你赶紧出来 我说你那应该坚持不了多久了 他还在问说 啊啥情况 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其实 我说实话 我心里还是挺烦的 我说我搞跟你说了 你逃命的时候了 还在那儿 急急白白问啥情况 啥情况 要死了啥情况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听到 啪啪 就那种声音 我回头一看 就是那 河面上的那个地方 就是 那个方位 就已经开始有那种火花在河面上 就我就知道 应该是漏电了 上面还下着大雨 打雷 然后外边水声又巨大 然后我就这样低头开始看 我就觉得 我这个树叉孩子 他离水面其实有点近 你知道吗 20厘米吧 大概 然后我就 又看一下这个小哥 然后我就问我 我说你有什么工具吗 你带什么东西 咱们现在能 怎么想办法出去 或者怎么样 我就一直在尝试 跟他用英文去讲 然后他就一直跟我 表现的就是听不懂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卡 我就理解说 他应该是让我报警的意思 然后我就看了一眼 就是这个地方特别窄嘛 就站得挺费劲的 我就看了一眼 电上的水上 想了一下 刚刚那个电闪雷鸣的 就感觉又漏电的 我觉得肯定离水面越近啊 一定是风险越大的 然后我站这 我都不知道我要站多久 万一一个脚滑 我可能就走远了 所以我就开始说 我说不行 得爬树 我没有穿裤子 没有鞋 是光脚 然后下大雨 那个树干特别滑 还是两个手机咬嘴里 就现在给你视频 这个手机 这个玻璃上 还有我的牙印 所以是非常用力 在咬这个手机 我最后是怎么放上去 我是把手抱着以后 先拿那个脚 反蹬那个树盖 你需要用 非常非常大的力 就是因为你没有鞋它很滑 你为了防滑 你需要去用 踩上去的这种压力 去对抗这个摩擦力 你才能够巴牢嘛 你是拿肉 在承受这个摩擦力 我脚当时出来的时候 甲全是 你看得清到底哪破了 但是就是鞋 然后磨破的那种红的 大概我爬到的位置是 四米左右吧 爬上去了以后 我就抱着那个树枝 那会儿是完全感觉不到疼的 全部都是那个求生意识 给你带来的身上腺素 爬上去了 以后我就往下看 那个小哥就一直 拿着他的手电筒在照 就看是什么情况 反正也看着挺迷茫 但还要是在做一些事情 然后我就顺着他的那些光源 就在看 就是看什么情况 然后我就觉得说 就是我在上面 这样抱着树干 应该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就我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 就是我也不知道 后边会等多久 或者有没有人来救我 我都不知道 所以当时我第一反应是 这儿不安全 然后就在我的眼前 大概一米多 不到两米的位置 就是我的帐篷 原来的那个上面的顶 它帐篷是放在凉亭里的 它有一个那种 木质结构的一个亭子 然后那个顶棚 是在我的眼前的 你需要在悬空的情况下 在房顶和树枝之间 做一个这样的弓箭布 把你的重心移过去 然后你整个人就 站到那个顶棚上 然后再扶着旁边的树干 慢慢地坐下来 我到了房顶上 可活动空间是非常受限的 你只能在那个地方全着 然后坐稳了以后 我就开始拿手机 然后我发现 从我发现淹水 到我上树 一共八分钟 我第一件事情是 打电话 我打给了 帮我们定行程的 那个做旅行社的朋友 那已经是半夜一点多了 他刚好还没睡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碰到洪水了 我说我现在能联系到12号 但联系不到16号 我说我不知道16号 是被冲走了还是怎么样 现在确定不了 我说你现在赶紧帮我 联系酒店和大使馆 与此同时 我就开始对着 酒店前台的那个方向 拿我的手机闪光灯 两个手机一块对着那边闪 然后没回应 我就喊 下边那个小哥 像我一样 对着那边闪 然后一直没回应 我就想说 那要不我喊一声试试 我就特别大声 对着那边喊 我发现立刻就被打雷和下雨 还有那个外面的洪水的声音盖住了 你声音根本传不出去 没有用 然后我就开始给16号打电话 我打了一个发现没有人接 然后他也没有在群里回我任何消息 我就开始给12号打电话 我说出来 刚才不是给他发消息吗 死不出来 因为他后来跟我讲 他说 因为当时酒店告他们的唯一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黑了以后不要自己出去 我就觉得我真的佩服 大姐你是不是要太听话了 你都死到临头了 没人来救你姐 他跟我说 他当时是把所有的行李全部收好了以后 拿到床上 然后坐在床上等人来救他 后来我就在上面边在那联系 然后就是我还是每隔三五分钟 我就会对着前台那边闪 三下那个闪光灯嘛 就是我觉得 不管现在有没有回应 我必须一直做这个事 我才能让他们知道 上面还有个人或者怎么样 就是我把我能做的 想到的所有的事全做了 然后 12号就在群里发消息说 靠我的床飘了 所以你现在可以大概 从这个时间段能推得出来 就是他那地势 其实是比我高很多的 我又有一个电话打 我说出来快 然后我也不想跟他废话了 因为我手机电量也很宝贵 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出来了 我就听到 远方有一个中国女人的大喊 就是那种大声尖叫 然后就是各种 下面那小哥就开始对着他那个方向喊 我知道那个卡可能在斯瓦西里语里面是报警的意思 因为他跟我也说过 但他是他在我旁边嘛 然后他也抱着那个树呢 所以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但是好死不死 12号听成了抗 我都不知道大姐在那做了什么样的尝试啊 我就去到那边喊 我过不来 我过不来 好多水 然后就是 哈哈水太大 我要死了 然后就是很大声的各种胡言乱语尖叫 加上说他过不来 我没办法 我跟你说我的体力可能如果说按百分比来说 我最起码有百分之二十是耗在了跟他大声对话这件事情上 因为我必须告诉他你不要过来 因为我这儿非常危险你懂吗 他但凡如果撒手了或者怎么样 他过来他路上就被冲走了 很有可能 我就对着他那边开始大喊 我说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我说你有数上数 你能报什么报什么 报警 我就边喊 就边给他发手机微信 我说报警 上数 我就一直在跟他发这个消息 然后那边就短暂的安静了 安静了以后 然后就我的手机出了消息说 所以现在啥情况 然后就开始问我说 他们是啥意思 想让我们在这儿死着什么 酒店的人呢 然后就开始问说 16号呢 我突然想起来 他是被转移到餐厅旁边了 然后那个餐厅的地势是高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事 果然就是后来收到消息 说他被转移走了嘛 理论上来说 酒店最起码应该去 尝试联系一下我吧 因为我在里面填表啊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都有我个人的联系方式 但是酒店在整整12个小时里面 没有给我发来一条信息 也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后来据我的 那个被转移走的 16号的朋友跟我讲说 其实 酒店的经理 当时都没有参与这个转移工作 经理是在自己家里边 等着他们被转移过来 然后呢 路上的时候 他们所有人上车之后 连人数都没清点 一车就拉走了 然后也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就开始问经理 说我的朋友呢 经理就拍着他的肩膀说 Don't worry Everyone is safe Let's pray 与此同时 我在树上干嘛呢 我在树上冻得要死 我真的快死了 就是因为我全身是湿透的 没有裤子 我在一边系水位 一边搞这种机操 跟外面联系着嘛 追问嘛 什么情况 然后我把我拍的所有东西 发出去嘛 然后隔一会儿就汇报一下 我这现在的情况嘛 然后对着那边继续打信号嘛 然后 看向那个小哥的时候 发现他身上的衣服 其实是干的 也就是 他根本就没有泡到水 他理论上应该是 可能是在附近巡逻之类的 然后突然淹水以后 被困在这个树上 我还反映过来说 我当时看到了那个 我房间里面的 那个洞里边的光 应该是他拿手电筒照的 然后 我就开始看 他身上那个外套挺厚的 我就问他 我说能不能把外套 借我穿一会儿 我说我好冷 他表现得听不懂 然后 我就开始跟群里面 一直在沟通 我说我好冷 我说我找那个小哥 借衣服 他不愿意给我 然后我朋友就说 我去跟酒店说一下 然后让他们去协商沟通一下 然后大概用我的手机 打电话 那边的经理 跟这个小哥沟通 最后就是 沟通完一轮以后 然后我就拿回我的电话嘛 跟我朋友联系上的时候 朋友就跟我说说 小哥说他也冷 那也没办法对吧 我能干嘛呢 我就是只有靠我的两个手机 去跟外界取得联系 然后把我的情况及时汇报 然后一直去沟通 第二个能做事 就是尽可能保证我体力 能坚持 我在记录水位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个水流 其实越来越急 在晚上的时候 然后一度其实 就是已经到 那个Y形树叉那了 长得挺快的 我在想说 我这儿应该不一定 是完全安全的 最安全的一定是那棵树 因为树的根 它扎得非常的深 你这个毕竟是后来盖的 所以当时我就想着说 那我最好的选择 一定是在树上 但是那我在树上的话 我要悬空的话 因为我体力又坚持不了多久 所以我就后来 开发出一个策略 就是说 就是经常在监测这个水情嘛 一旦流速变快了以后 我就会又回到这个树上 再往下时不时地看呢 说哦 那水稍微缓一点了以后 我就再退回去 然后开始续体温 因为其实就是双腿 这样缓抱的时候 还能续一点体温 这个对我来说 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不然的话 我可能真的是 没办法坚持住 就这样 就是反复来回 这12个小时里面来回的 不知道多少趟吧 几十趟是有的 当时开始做这些 一系列举措的时候 整个人精神状态 还是挺好的 然后到后面开始 就是得到一些 都是很消极的回复嘛 外界就是说 你必须等着啊 或者怎么样 然后加上又冷 你的那个精力 也在慢慢被消耗掉 整个人就开始到了一种 有点困 特别冷 然后很煎熬的那个状态 然后我就一直在群里面沟通嘛 就说到底怎么办 他们就跟我说说 那你只能等天亮 他还不是说天亮就来救你 说天亮再说 当时得到这个答复的时候 是两点多嘛 然后一直叫等待救援 怎么说呢 就是数着秒过的 等到四点多钟的时候 就开始说去想说 能不能叫一些 其他方式的救援过来嘛 然后就提出了说 能不能叫直升机 他联系酒店 酒店第一反应 就是一个经理的回复 第一下是说 让他来问我们 就是在水里的12号 和在树上的我 问我们买保险没 然后就说说 这个直升机的费用 是2700美金一个小时 不包括来回 这个费用能不能出 能出就叫 据我的朋友在那说 就是说他们后来 他和那个16号 两个人就是在那说 那是人命重要 还是钱重要 先叫了再说 在5点多 快要5点20的时候 天彻底大亮了 亮起来了 能看见周围了 那一刻我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的木之所及 除了水就是树 你看不到任何 在一大片大片的水里面 就是零星有各种树 水流的湍积程度也是 我之前没有想到的 每一棵树 周围都是一大片漩涡 那个水就是像 怪兽的嘴一样 像黑洞 流速非常快地漩涡 我才发现 我坐的那个屋顶 全是虫子的尸体 和烂叶子 然后我身上 爬了各种各样的虫子 为什么我晚上 会没有发现呢 因为我腿已经僵了 是木的 我就看到我旁边 是腿上到处是伤 然后有地方之前流血 然后已经干掉结痂了 有的地方还在流血 这是我 事情已经过去了 快六个小时了 我才第一次 对我所处的环境 和我到底遭遇了什么 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 然后我就开始催 我说直升机能来吗 什么时候能来 叫了没 就各种各样的 然后那边答复是已经叫了 再过来路上让我们等等 我当时体力 已经快到极限值了 非常非常困 甚至还短暂地 咪过去过 你觉得睡得特长 你知道吗 然后你惊醒 等你惊醒的时候 你拿个手机看 一分钟 我靠还好还好 没睡太久 太危险了 我就把耳环摘下来 开始戳我自己手 戳腿 结果后来就是 救援队的人 他路过我这个地方 他们是人肉走进来的 当时我只见到了两个人 我不知道他们 自己身高了多少 因为我没跟他们见过面 其实说白了 反正这是脑袋和胸以上 应该是还是在水面之上的 然后他们穿着救生衣 大概几十米的距离 然后我那个肉眼 能看见他们是外国人 白人 然后他们就冲着我这边喊 我当时我很想回应 但是其实我没什么力气了 我当时想着说 那这个马赛小哥 应该会跟他们回应的 结果就是 几里呱啦 讲了一通以后 我就发现他们 那对面的那个人 他好像不会说当地的话 然后我就强打精神 我就开始对着那边喊 然后他们说什么 其实我听不太听 我就只能把我知道的所有情况 一股脑全部告诉对方 然后我就开始用英语 大声地朝对面喊 同时告诉他们 我的12号朋友 在12号帐篷那 他抱着一颗柱子 在帐篷外面 他是从这门出来的 所以应该是在我的另外一侧 然后我说我现在在上面 然后我状态还行 但是我特别特别冷 然后我也很渴 然后我非常的困 我觉得我坚持不了多久了 然后我就说 下面这个小哥 他是好像应该是 酒店的员工吧 我说他没有任何的设备 他的手机进水了 然后他没有任何的工具 我有两个手机 我的一个手机 只剩10%的电脑 一个手机是满电量 我就把我能说的 所有的信息全部 就一股脑都告诉对方了 然后对方给我 回了一个OK的手势以后 我以为他们要来救我 然后他们就走了 他们就对着 12号的方向走了 然后我就开始在群里面 问我什么情况 然后一直没回 然后我就看到群里面 就是其他人的沟通说 12号被救出来了 我就在里面开始问我 我说那我呢 然后我才过了很久很久 我才收到一个回复 说你那他们觉得救不了 评判的那个说 就是你那太危险了 进不去 然后我说那有可能 从高处直升机 绳将然后过来救我 然后他说 救不了 你那个位置 没有条件绳将 他说因为 你那上面树枝太茂密了 我说那可以用锯子 或者什么东西 绳将然后把那边 锯出一个洞 把我救出去 我就在那提方案 因为这都是我之前 看过的有真实案例的 这种可行的方案 然后他们告诉我 不OK 然后这个时候 外面的人就开始跟我说 哎呀救援队说了 说觉得你状态挺好的 挺OK的 什么之内 然后我在想 就是我状态好不好 我自己不知道吗 那一刻我意识到说 可能外面的任何 不在现场的人 是帮不到我的 那个时候天已经亮了 大家也都感觉 就开始帮我 去张罗这个事 然后给我一些 信息的反馈 然后这些信息的来源 我不确定 因为就是我得到 就是说 昨天也在想 其他的办法 然后救援队也在尝试 看看有没有 其他的办法 然后红十字会 也在想 用其他的方法去救你 然后甚至得到了说 那个郡长来了 然后郡长说 那个军队也过来了 军队会用船 把你救出去 就是我听到了 无数各种各样的信息 在后面这个时间里边 而七点钟之后 我朋友被救出去以后 我被放弃了之后 才是我觉得 最煎熬的时候 就是我整个人的 各种方面 已经到了一个灵界值了 就是我真的快绷不住了 怎么讲 我觉得 就是凭着一口气 吊着的 因为我知道 环境越糟糕 条件越不利的时候 你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才占更大的成分 我当时觉得就是 命在我自己手里了 我就开始问 我说有没有可能 给我空投一些物资 就是有物资 我也还能保证 我能等 然后我说 我不要多的 你给我一条裤子 或者一个毯子 给我一瓶水 我只要这两个东西 我渴得不行 然后我 太冷了 十五分钟以后 我不知道他们 怎么沟通的 反正就跟我说 给不了 没办法 大概我心里就想 那我知道了 然后在树上的时候 后边不是我就已经 外界的信息 我已经收不到太多了吗 我都不知道他们 到底在干嘛 然后也不知道 到底什么情况了 所以我就 继续拿东西刺激自己 然后就是开始 转移注意力 然后我就联系 我前男友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在肯尼亚碰到洪水了 然后我说我在树上了 现在 因为我们俩一块 养了两只狗 我就说 狗在干嘛呢 我说给我看看 看看他们俩 然后他说 我在外边吃饭呢 我回去跟你拍 你等会儿 我说哥 等应该是等不了了 然后我就拍了一张 我自己的照片说 拿去 我的遗照 我前男友 他是学物理的 他就跟我讲 他说 你别慌 他说你现在呢 你算一下 你哪怕是人体的 四倍消耗量 现在也才 二十多个小时 人体比你想的 要能撑 他说你这样 你害怕 你就再怕一点 因为你越害怕 你分泌的肾上腺素越多 你越能挺 然后你找个地儿卡好 我回去 我给你拍狗 你知道 就是很吊诡 这个回复啊 就是很吊诡 但是 我说实话 当时是有鼓励到我一点的 就是我应该没有 我想那么弱 然后就开始 无所事事 就是开始看外边 看课程 然后我就开始数 就是身上有什么虫子 什么之类 然后我就边数虫子 然后就偏看到 哦 身上有蜘蛛呢 哦靠 这个蜘蛛 长得还挺奇怪 然后我说 这不会有毒吧 然后想想 就开始把它弹走 然后 在看周围 就说 哦 这还有个死虫子 就是用一切外界 可以有的一些信息 去刺激我自己大脑 让我自己不要睡着 然后中途 有好多鸟过来过 每一只鸟过来的时候 我觉得它们那个脸上 是有表情的 你知道吗 就我觉得那些鸟 在看着我的时候 就是用一种 很困惑的脸 看着我 我说你怎么在这 脑补各种各样的事情 然后这个时候 小哥突然就是动了 站起来 然后开始扒了 就扒了外上面的树针 我第一反应是 它果然撑不住了 它果然是要开始行动了 它绝必知道怎么出去 我说我必须看好 它肯定自己逃出去的话 我不能就是 自己被甩在这 我必须学着它的方法 就是一块逃出去 我看看它怎么弄的 我就看特别认知 然后就看它什么 一顿巴拉各种 摘树针 然后摘下来以后 就左右对比 然后选 然后选了两根树针 然后就开始 一个一个叶子往外摘 有任何的分叉 全部处理掉 然后全是那种 特光滑的树针 一把树针比 最后剩两根 两根然后拿起来 各种照 然后对比 然后选了其中一根 拿着这一根 它突然靠回了 它那个椅背上 然后开始在那挖耳屎 你懂那种就是 你某一瞬间 突然觉得有希望了 就我怎么都不想 它会开始掏耳屎 你知道吗 就那一瞬间 我脑海里面 就有另外一个人格 在告诉我说 靠 这时候 如果老子不是在树上 我他妈一定报效 这他妈太荒谬了 这个事情 但是另外一个人格 就是在跟我说 大哥我他妈看了那么久 我那么认真看 你给我看这 然后我也再去追问说 到底现在有没有人 在督促相关方面 去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救我 到底有没有 然后没有任何正面的回应 到了快十一点钟的时候 16号突然在群里 给我发消息 说军队来了 说军队会用船吧 你救出去 我说这回消息是真的吗 他说是真的 然后他就说 他说他跟这个郡长对话了 然后甚至还上新闻了 他跟我说 但是我连影子都没看见 然后 我看到下面的水又挤起来了 我就准备从屋顶再挪回树上 这一次挪动很关键 因为我挪动的时候 以往每次从屋顶回到树上 我的腿不是之前一直拳着在续体温吗 每次我回到树上的时候 我腿只要打开 就会有热气往外冒 因为你续了很多体温了 我发现没热气了 然后我第一反应是 靠 我要失温了 然后我就开始 大脑开始立刻 像那种回光返照一样的 开始进入一个高速运转的模式 我就开始想 不能等了 我得做点什么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 之前的对话里面 好像出现过我司机这么一号人 我其实第一时间是拿我的WhatsApp 给我的司机发了消息的 然后我后来就忘了这个事了 可能人也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 你只能想到最熟悉的人 或者怎么样 所以当时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我就回去翻 然后突然翻到说 确实他们在 那个群里面之前说过 司机一直在现场 然后在16号这得到了那个消息 说司机现在在现场 他从昨天晚上一点钟开始 发现淹水的时候 一点多钟开始就一直在现场 他在一直想办法救你 但是他没有办法进来 OK 我说那这么判断下来的话 我的司机是最有可能能把我救出去的 因为只有他在现场 他能够去协调现场 所有能协调的东西 如果他在这守了一晚上 他应该是没有放弃我的 所以我当时 就开始给我的司机打电话 11点多开始打电话 我就一直在给他打 一直在给他打 每一次打 我都用的一样的话术 因为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现在什么什么情况 我说你们必须进来救我了 我可能快要失温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现在你们谁都不在这个里边 只有我最清楚什么情况 水势现在时缓时急 现在雨停了 水位还在上涨 这不正常 我跟他说 你必须赶紧把我救出去了 跟他说 我说我看了天气预报 一会儿四点钟 会再下雨 是大暴雨 我说如果你们再不进来救 如果万一下雨了 我就死了 就水已经没有之前那么高了 而且没有那么急了 你们现在进来 拿绳子 以树为锚点进来 是可以救我的 然后加上我看到了那个大象救援队的人 是他们走进来过 所以我更确信 这个事情是OK的 但是当时那一瞬间 我打了四个电话 还没有等到的时候 我真的是挺 挺绝望的 就是那一刻 短暂的可能有个一两分钟 挺绝望的 我都联系到现场了 为什么还不来救我 然后我每一次在打电话回去的时候 我都问为什么 然后对面都没有给任何回应 然后说实话当时因为都是在用英文 然后司机英文还有一定的口音 然后外边还挺嘈杂的 我其实不确定 我到底听到他说了什么 但是就是 我只知道唯一的结果 就是说我没有等到人来救我 然后就是短暂的绝望之后 就开始又想办法 我看到 下面这个马赛小哥 我就跟小哥说 我说你一会儿用我的电话 跟外面的人说 告诉他们 过来救我们 出去 我就一直在跟他比划 然后他 这回好像是真听懂了 他跟我说OK 他说我来说 我就开始打给我司机 然后我说 我说你现在把speaker打开 我说这里有一个马赛当地的 小哥要跟你们对话 然后小哥拿过去 叽里挂啦叽里挂啦一通 然后其实当时挂了电话以后 我 其实是不太确定 他会有一个结果的 所以就是 当有三个穿着民族服装的青年人 向我走来的时候 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 因为我当时心里想着的是 我觉得一定是救援队过来救我吧 因为我得到了消息嘛 不是军队要来救我吗 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是 穿民族服装的村民过来 但那个短暂的错恶和抗拒 只持续了可能几秒钟 然后我就反应过来 他们应该是来救我的 这三个年轻人就把我 hold在空中 就抱着我的腿 然后前面有一个年轻人 他就攻下来 抓着前面的绳子 他就攻下来 背对着我 然后后面的人 就是给我比划 就是你抱着他的脖子 然后我就开始抱着他的脖子 然后后面两个人 就在后边 一只手装绳子 一只手推着我的后边的腿 然后我猜马上小哥 应该在后边吧 但我不知道他到底在哪 反正他出去了 但我当时注意力 已经不在他身上了 就是我注意力全在前面 我当时脑海里面 就想着说好像那个 像一根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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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风飙摇那种感觉 因为我整个身体 不受使唤的 在那种湍急的那个水里边 在晃你知道吗 在飘 然后我下边 整个就是接触水的地方 像被人扇巴掌一样 我都已经快没知觉地拍的我 他们就这样拖着我 往前面走 就是大概走了得有个 一百米吧 才到了上边 然后就到了一个上面 我就看到有一群人 站在上边 抓着绳子 都是穿民族服装的 然后那个水 大概到他们的大腿根 或者是快到腰 然后他们就把我放下来 让我站在水里面 然后当时那个水 是到我的肚脐尔以上 然后所有的人 就开始站成一排 你挽着我 我挽着你 有人抓着绳子 慢慢地在洪水里边走 往外边走 然后站在每一个漩涡里的时候 我明显感觉那个冲击力 是非常大的 要不是这么多人 手拉着手 手挽着手 我觉得很容易被卷倒 甚至被冲走 我觉得都有可能性 我真正放松下来 其实是我踏到干的地面的那一刻 我不是放松下来 我是泄力了 我整个人虚掉了 就我站不住了 然后我整个人也是 就是意识也在撑不住了 他们说看到我已经是晕了 但其实后面发生的所有事 我都知道 他们抱着我到空旷的地方 太阳底下 在门口蓝停了一辆车 把我们送到复有保健院 然后我进去以后 我知道有一个黑人大姐 应该是我的主治医生 然后就一直在拍我的脸 跟我说话 我特别想回应她 但是我说不了话 然后我只能任由她拍我的脸 过了会我没反应以后 她就开始把我的 衣服全部脱掉 拿干的毛巾 给我擦身上 擦完了以后 就开始拿那个毛巾毯 给我一层一层盖 盖完了以后 就开始找护士 去弄了热水袋 一点一点给我误 然后上了呼吸机 上了心电监测 继续拍我的脸 然后一直在跟我说话 然后我就特别想回应她 但是我回应不出来 没有劲回应你 然后我就看到她 转过去特别严肃地 跟旁边的护士说了点什么 这个护士开始往门外走 就开始喊 用当地的语言在喊 对面在沟通什么事情 我当时心里想说 靠 不会照顾我上电机吧 我说我没死 我没死 我说真不用上电机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好怕 她要电我 然后我就是硬 打起精神 我说我必须把眼睛睁开 然后我就把眼睛睁开了以后 就看到了这个黑 就是我们俩是四目相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听到 主治医生特别大声地 对着周围所有人喊说 Oh my god She's alive She's alive She's alive 刘家图说 自己从被救到送往医院 一路上帮助她的都是马赛当地人 没有电话中的救援队 也没有军队红石自会 经过一夜的治疗 她的情况终于稳定下来了 按照常理 她的血压等指数 还没有回归到正常水平 本应该继续留院观察的 但第二天一早 护士刚拿来新的调频 还没来得及换上 就被通知可以出院了 刘家图和她的朋友 都觉得很莫名其妙 但无奈只能叫来司机接他们 我们俩见面的时候 我觉得我中间隔了一个世纪 没见她 然后我司机一过来 就给了我个拥抱 然后就开始 一直在跟周围所有人讲 说你们知道吗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女士 她自己从洪水里面 自己爬出来 然后爬上了树 然后待了12个小时 然后自己救了自己的生命 她就跟我讲 她说外面的人 都跟你现在取外号 叫Wonder Woman 然后她就说 她说你知道吗 我们肯尼亚有一个Iron Lady 这个Iron Lady 是无所不能的 她想做的事情 她都能做到 她说你就是Iron Lady 然后她就开始 跟周围的人讲说 就是各种讲 讲的时候 然后她就开始 就是我都觉得 她眼睛在有泪花 就是快要哭了的感觉 然后那个眼睛 就是全是血丝 我就觉得她肯定跟我一样 是没休息好的 然后后来我们在过程当中 她陪我去报警 什么各种 然后过程当中 我们去聊天 就沟通 然后她就跟我讲 她说她当天晚上 就发现淹水了以后 就过来想要把我救出去 但是没有人愿意跟她一起 她说她自己进去也没有用 然后她说 当时她跟她家里的老婆 打电话 然后说了这个情况 告诉她老婆说 我被困在树上了 他们俩有两个小孩 大的才三岁 小的才一岁 她说她老婆当时跟她说的是 进去 get this lady 在这场大洪水中 刘家图好像是拿到了 大女主的剧本 虽然困难重重 好在转危未安了 司机还告诉她 被救出来之后 很多当地村民去看过她 而且在她被困期间 纯朴的村民 甚至举行了祭祀仪式 用他们的方式 帮助刘家图脱困 刘家图非常感念 司机与当地村民 对她的积极营救 这和酒店的不作为 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目前她正在通过各种渠道 向酒店维权 希望酒店方 能够给出解释和道歉 最后还是要提醒 出境旅行的听众朋友们 注意安全 警惕危险的区域和季节 尤其是前往 语言不通的国家和地区 多准备一些紧急联络人 可能会在关键时刻 救你一命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四处的 声音节目故事FM 我是主播哀哲 本期节目由我采访 制作人文卓 声音设计文卓 鸭毛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